请问哪里黑箱 哪里黑箱 让我们来看蓝白国会改革法案 是怎么审的吧 在委员会审查蓝白法案时 只要有立委对条文提出质疑 就被中国国民党召委宣布保留 没有讨论就送党团协商 到了党团协商 主席又说 今天是协商不是审查会 如果对于我们的提案内容有意义的话 就是送党会保留 在委员会不给讨论 到党团协商又不给讨论 到底是谁 才是不想讨论法案的人呢 因为审查过程完全没有讨论 直到表决前 没有人知道 到底要表决哪个版本的法案 就在开始表决的那一刻 蓝白私下瞧出来的法案 才发给立委 不止立委们没办法讨论 没时间检查 公民社会也完全没机会检验条文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吗 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如果我们允许 我们的国会 透过这么草率的方式 等于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审查程序 就把 有关我们的未来跟前途 这么重要的服貌协议 就可以视为审查通过的话 以后还有什么事情 他们不能够这样子做 我们不见得到 那些条件 都把您说 我们不见到 周一边 都在补的审查 但akukan问题都可以